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可见物质比例仅为20% 其中包括星星、月亮或是白昼里的太阳 然而有一种物质竟占据了宇宙比例的80% 它就是暗物质 爱因斯坦曾在相对论中指出 宇宙的平均密度远小于观测值 因为有大量的物质消失了 它们却为暗物质 后来经过科学家们不断地研究和发现 人类得知暗物质具有强大的引力 它的存在可直接牵引住速度较快的星系 或者说一旦失去了暗物质 螺旋星系外围的星图就会面临崩盘的景象 你知道吗 人类所在的太阳系是一个可以逃离星系边缘的恒星 此时的地球正位于猎户座悬壁上的边缘区域 因此地球不会受到暗物质的束缚 然而在悬壁附近的星团却不得不向外进行扩散 即便是银河系中强大的黑洞 也很难将这些边缘星团捕获 如此看来 暗物质是维持星系稳定的首要条件 对此有科学家指出 暗物质或许与引力存在一定关联 倘若人类成功将暗物质的奥秘解开 这意味着引力波仪式的碎片将被重新拾起 因为2017年初 LOG引力波探测器发现了 特殊的引力信号是由黑洞合并产生的 另一差异的是 那一瞬间竟失去了等同于三个太阳的质量 难道说人类甚至银河系终将成为宇宙中的孤魂野鬼吗 不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当所有的星系离我们远距 当人类抬头仰望天空时 当人类向远处眺望银河系时 只能看到空荡荡 稀黑一片的世界 人们是不是会感觉有些孤单 那些致力于寻找外星文明的科学家们 也是想这样问道 阿威尔浪 既我们孤独吗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促使宇宙在不可遏制的膨胀 令所有的星系一无反顾地远离人类而去 有研究结果表明 这是一种澎湃在宇宙所有角落的神秘暗能量 由于宇宙被暗能量所控制 而人类却看不到它 如同你看到树叶刷刷抖动时 你明白是风吹动了它 你却看不到风一般 令人们不禁感叹 这种神秘的暗能量 竟被隐蔽得如此巧妙 就连天文学家 长时间以来都感到支支甚少 虽说它在太阳系内无法被察觉 甚至在银河系中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应 但是在星系之间 暗物质更加稀薄的环境下 它的作用却超出了引力 迫使宇宙膨胀加速 人们通常会将星系之间 没有物质的真空地带想象成 什么也不存在 假设人类从星际空间中 把其中存在的稀少的物质粒子 全部移走 然后将所有穿过这个区域的辐射 也全部屏蔽出去 再把这个区域彻底冷却到绝对零度 你会发现 此时得到的空洞空间 仍然存在某种残余的能量 它就是暗能量 因此也有人将暗能量称为真空能 因为从物理的角度来看 它表现得更像一个真空环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具有科学家认为真空不空 只是物理的探测仪器探测不到罢了 事实上的确如此 毕竟真实的宇宙 永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如今更多的观测事实一再显示 宇宙的膨胀速度 非但没有因物质的引力作用 越来越慢 反而越来越快 而宇宙正在加速膨胀 也证明了宇宙排斥力的存在 这个排斥力的来源 正是充盈宇宙的暗能量 不得不说的是 这个暗能量存在一个尤为奇特的特性 即空间无论如何扩张 这种全新的神秘物质密度 总是恒定不变的 并且不会随着空间的扩大 变得稀薄 其实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 鉴于暗能量自身的性质 你会发现它存在于任何虚无的空间 空间每扩大一点 真空中的暗能量也将随之增加一点 而空间扩大的地方 也就是暗能量产生的地方 从而使得暗能量的密度总是不变 与它相比 宇宙空间的物质总量却是基本恒定的 当空间不断扩大 宇宙的密度就会不断下降 物质在宇宙中也将越来越稀薄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奇怪的问题 即宇宙常数为什么可以帮助爱因斯坦的公式 导出一个静态的宇宙 而今宇宙常数复活时 却又导出了一个加速膨胀的宇宙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得知 宇宙暗能量是一个定量 该能量的密度不会随着宇宙体积的增加而降低 也就是说 无论宇宙大小如何 暗能量的密度都是一个固定值 这样的行为与人类熟悉的其他能量形式 例如辐射光子能量 以及一般粒子能量来说都不相同 毕竟这类可观测的能量密度 会随宇宙膨胀出现下降 而暗能量却因性质的怪异 恰好为自身提供了不寻常的宇宙排斥力 或者说 随着宇宙空间的不断膨胀 宇宙将物质密度的不断降低 而宇宙排斥力却固定不变 从而使得曾经帮助爱因斯坦 指出宇宙禁止的宇宙排斥力 即宇宙常数 如今进成了宇宙加速膨胀的推进剂 令人差异的是 宇宙排斥力的作用 曾经导致整个宇宙的历史 产生过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是在宇宙起源之初 在第一秒刚开始的某一时刻里 宇宙的尺度突然急剧猛增 该阶段宇宙的膨胀为指数时 或者说在每个固定的时间的周期里 宇宙尺度就会扩大一倍 我们假设这个时间周期为一个地点 这意味着两个滴答后 该尺度将增大到四倍 三个滴答后 尺度会增加到八倍 十个滴答后 这个空间区域会膨胀到一千倍以上 在这一暴涨期间 其暴涨力将异常强大 大约每个110亿分之一秒 约10到34秒后 宇宙尺度就会扩大一倍 要知道这几乎是个无限小的时间间隔 因为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地点 更惊人的是 仅100个地点后 一个原子核大小的区域 就会膨胀到大约一光年的直径 或许时空在一瞬间 以这样的速度扩张听起来 会显得十分荒谬 而物理学家却希望通过它来合理地解释 宇宙为什么这般庞大 温度为何会这般均匀 他们还将这个过程称为暴涨 或许你仍旧未能明白 这个猜想为何可以解释宇宙的规模 这是因为可观测的宇宙在以光速扩大 由于它仍然比实际宇宙小得多 虽说后者的增长速度小于光速 令人意外的是 暴涨理论指出 有那么一段时间 宇宙暴涨的速度比光速更快 现实是 宇宙内部的物质仍旧受到了 宇宙速度上限的限制 因为它们在空间的速度不及光速 但是根据暴涨理论来看 空间本身在膨胀 它创造新空间的速度 明显快于光在其中飞行的速度 这是宇宙从一个微小有限的点 膨胀至比可观测宇宙还要庞大的过程 在暴涨的过程中 宇宙变得比可观测宇宙更广阔 一些物质去往了非常遥远的地方 毕竟直到现在人类也不曾接收的 那些物质发出的光 显然该空间的扩张过程十分复杂 由于暴涨结束后的宇宙仍旧在扩张 它的速度与之前相比要慢了很多 而暗能量却令这速度有所加快 此刻可观测宇宙 也因它仍旧以光速扩张 导致可观测的宇宙以外 还有很大部分未被人类观测到 那么宇宙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的诡异行为 其原因主要是 早期的宇宙完全被真空暗能量控制 再加上那时的宇宙 几乎还未出现任何物质粒子 因此它几乎不具备任何引力 对膨胀起到刹车作用 毕竟只有强大到 近乎失控的排斥力 才可令宇宙的尺度增长得越来越快 另外暴涨造成的尺度急剧猛增 也解释了人类现在的宇宙 为何在各个方向上都是如此均匀 因为宇宙任何初始的不规则性 都会被空张扩展抹平 这如同一个气球 当它胀大时 气球上的皱纹就会消失 不同方向上早期膨胀速度的任何变化 也会很快被急剧的暴涨淹没 因为暴涨在各个方向上 都有相同的作用力 后来随着宇宙的温度逐渐冷却 宇宙中团结成块的物质逐渐增加 从粒子到原子到星灵到恒星和星系 物质密度越来越大 这说明物质的引力作用也将越来越强 并逐渐在与暗能量的抗航中占据上风 令宇宙膨胀的速度缓慢下来 即使宇宙间的物质密度将预见稀少 唯独暗能量密度始终恒定 自此宇宙加速膨胀终成定局 或者说万物将被撕裂 宇宙将走向终结 对此小伙伴们是如何看待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级科普的朋友 大家好